大家好 我是天狼鸭之 大家现在都已经清楚了 那么它的作用呢 前几天我们的视频刚刚讲过 那么一些华友看到我这个两个手一扭 然后这条就压下来了 说好容易 然后他自己尝试就是 所以就嘎嘣都说 狼哥 你这进入是什么了 他想学 那行 今天咱就教一下 其实这个一点都不难 最核心的窍门 就是在不折断表皮的前提下 弄断里面的物质化的部分的质干 那么我来操作一下 当然了你为了操作怕扎手 现在用手套 那么狼哥不怕 而且狼哥刚才踩的这些螺椅不怕扎 你看为了操作方面 要把这叶子给它撸掉 如果我们是这样 像折跟筷子一样 一折裂开了 但是如果我们捏住这一个位置 你看这个手转个半圈 然后捏住一抿 就扭过来 你看把这个表皮扭裂开了 但它没有断掉 然后你再折下来 它带着一个扭力在上面 折下来它就不会这样 直接就嘎嘣就折断了 那么其实当我们扭断了 它自然而然 它这个支撑力就不好了 那我们再适当的稍微下压 给它稍微一折 然后它就弹回来了 这样它营养的输用到这个位置 它就会停滞 停滞的话 它就会优先供给下面的这几个牙点 快速的生脏 它生脏就解决了我们造型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这个压支压得比较狠 那么它底就可能会出强势 提到这里 我们再来跟大家讲 就是大家有的时候 就这样扭 稍微没有注意扭过了 像这种折断了 其实这种折断 我们不用担心 就是你不想给它折断了 但它没有掉下来 还连的 你看我们这个 最少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部分连在一起 这个时候其实记着折断了 只要上面的叶子 没有被太阳烤尾粘 或者是焦掉 我们就不要给它剪掉 它跟折制的效果差不多 如果这样的风险比较大 当然了 出现这种情况 真的是不用慌 大不了 再干了剪掉就是了 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只是消耗了一点点养色而已 牛肢就这么简单 有手就行了 当然了 怕扎手戴个手套 如果你还有什么样想知道的 预计的种植的一些小技巧 必须在各平台给我们留言 一定会回复你的